郭博議員 我們企省府 王副市長 各局所長 請本位王家臻議員 新聞媒體各位小姐先生 很高興 今天是財務的切伴 我們的議定是0206 正在一款使用執行專案報告 請我們的副市長 胡思長來報告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早 那今天是020的報告 那基本上由我來報告 大概比較通案性的東西 然後分別由各局次去報告 各局次對於0206的族行事項 首先0206強震 台南受創嚴重 尤其是永康的圍觀大樓 造成140個人的死亡 另外歸人還有幸福大樓 大住市長 還有安南區北區中區區 金氏永康等等 都有傳出疫症的災情或者是徒長疫化 在這段時間非常感謝議會的諸史 還有社會各界的出錢出力 另外還有各救災單位的幫忙 使救災跟重建能夠復活 讓災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恢復正常的生活 那首先 暫緩的應用有四大原則 就是 第一個由 災民跟市政府來共同面對 另外就是我們每個月都有召集一個 重建小組的會議 另外 定期保委員會的結議 做網站的公開 最後對於人事前面的照顧 多元的照顧 包括人的慰問 黃色的修復重建 包括財產審視的幫忙 那等一下社會局會把 這個所有的項目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那監督管理委員會 因為大部分是由府外專家、協責 甚至於有三位災民來擔綱 那市政府大概只有財主單位等等 法術單位對於善款的一個監督 那善款我們在每個禮拜二 都會把收入公告一 是政府跟社會局的網站 那接住 這個今天為止 10月31號為止 上個月 我們總共的收入是42億6500萬 已經核定 41個案有22億603萬 那核定的22億裡面 已經租用了15億5800就是7萬 現在留在善款裡面還可以應用的 還有20億2975萬 這大概是整個救災的監督的用款的內容 那等一下各機關都有他各機關詳細內容的報告 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首先代表 市議會歡迎 我們古馬鳥議員首帥領的苗栗泰雅旨 全帖和他的朋友來議會參與 代表議員歡迎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各位議員 大家對0206專案報告 是我允許我做一個采灌 是不是部長請各單位 根據上次的專案報告 到這次有什麼差別的所在 像西方這三百萬八五百萬 不然一本請進來 到底前次到這次有什麼差別 有差別有變更的單位 請說明一下 是不是可以引起各單位 因為議員陸陸續會來 說明一下 這樣或許各位議員會比較了解 那又比如說我們教育局 上次的累了 那二十四校三十三十九棟校舍 那現在變成沒有 那沒有的話 你們又說盡量向中央 請出報酬不夠 比較要動用善款 那這措施就很讓各位議員感覺上 到底你是要用善款還是不用善款 那中央補數款是一個未定數 那社會各界 好像全國大眾民體報導以後 我們市政府 有認為動用善款去蓋學校 好像有在猶疑啦 那是不是我冒昧 請讓胡市長 各單位 我舉例說這兩個單位啦 有跟以前不一樣 是不是請他們說明一下 那個跟主席報告 我接著請社會級 教育級 公務級跟都發級 分別做報告 謝謝 主席 各位議員先進 大家早安 社會局在這邊做報告 0206的善款使用狀況 那目前我們是人身救助 捐款的一個為重點 社會局的部分 那捐款使用情形 善款運用公開透明 那對災民的未住作為 有災民未住全面照顧 一戶一案全程陪伴 那善款運用公開透明 成立台南市政府0206地震災害 捐款專戶管理委員會 那組成委員包含法律 會計工程社福專業與公正人士 栽民民眾代表 那分別於3月22日 5月3日 6月27日 7月22日 與10月31日 召開1到5次的 第5次的委員會議 那在善款運用公開透明的部分 我們每週二都有做公告 那目前截至105年10月31日 收支情形如下 收入總共四十二億六千五百四十萬 含利息一百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六元 以核定四十一案二十二億六千零一十三萬兩千五百四十八元 其中有十五案已經結案 結於在這十五案的核定裡面 他們結案之後還有結於兩千四百四十八萬 那余元兩千零零五元 那以致用的這十五億 以致用十五億五千八百六十七萬六千零八十二元 那可運用數還有二十億兩千九百七十五萬餘元 那在民衛住全面照顧的部分 在對人的衛住部分 市府結合市政預算 中央補助與民間善款 推動多元面向的照顧 包含死亡衛住金 傷者衛問金 照顧衛問金 身障衛問金 保險協助 生活照顧 教育輔助 法律輔助 以及受災衛問 安全救助 租屋補助等等的 都有做相關的災民的衛住 那在災民衛住全面照顧的另外一個 我們多元化面向 我們總共有四十一個計畫 那我們在社會局的部分是死亡衛問金 罹難者上一次八月份臨時會報告的時候 我們是每名罹難者發放三百萬 那後來我們追加就是我們每人發放 再增加兩百萬 所以總共是每人發放五百萬死亡衛問金 其中包含死亡衛問金的善款是四百萬 一百萬是法定的救助 那總共已經發放95.8% 就是總共四億六千八百萬 那在傷者慰問與照顧的部分 受傷者每名五十萬元 包括另外還有法定重傷者 重傷救助二十五萬 那另外青山慰問金是二十萬元 那微青山慰問金是二十萬元 那微青山慰問金是三萬元 那這個部分總共已經執行 84.1% 那總共是七千兩百一十八萬 已經發放的部分 另外就是生臟慰問金 我們有兩名 這個比較受重傷的兩名 一位是截肢單肢 一位是截肢雙肢 所以我們特別設立了生臟慰問金 那雙肢的這一位 我們發放一百五十萬 單肢截肢的這一位 民眾我們發放一百萬 所以這個執行率是百分百 兩位都已經發放完畢 總共兩百五十萬 那受災慰問與安遷救助及住屋補助 受災慰問與安遷救助 每戶最高二十八萬 含受災慰問金十萬 安家扶助三萬法定救助 那最高是十五萬 那租屋補助我們涉及之所有全人 以中央補貼最長二十四個月 非所有全人或未涉及之所有全人 以上款來補貼他們六個月 但是部分放寬到十二個月 或二十四個月 那每一戶每一月最高一萬六千元 那這一個部分我們在 受災慰問跟安遷救助 我們執行率已經99.7% 那住屋補助的執行率是36.1% 因為是陸續發放當中的 那我們在私醫或單親兒哨扶助的部分 我們指定捐款 因0206地震至私醫或單親兒哨 每人25萬到30萬不等 來輔助他的生活跟就學 這個是指定捐款的部分 那執行率已經達到82.4% 那另外在生活照顧 教育輔助 法律輔助的 還有保險協助的 還有年節慰問 這一些部分 我們都陸續有 已經有做相關的一個發放 那在生活照顧的這個散款的運用的部分 因為他也是一個長期的一個使用 所以我們陸陸續續 由社工 一戶一社工的社工來做評估 每一戶的評估 那包含了生活輔助照顧補助裡面 包含了急難救助 民眾的需求 提供每一次1萬5千元 到3萬元不等的急難救助 那短期生活輔助 每人3千到5千元 看他的 是他的家庭的經濟狀況 來決定 多少的額度 那每一戶每一個月最高2萬元 那每次申請以6個月為限 那照顧服務補助 包括保姆 居家看護 就醫交通 就學貸款等等的 單次以10萬元為上限 那另外針對 永康圍貫大樓 新化金城大樓 震災的拆除 以及影響他們生活者 發放每一個店家10萬元的 影響生活的一個未住金 那總共我們 發放的一個狀態 我們是2631萬 8498萬元 目前已經使用到的一個狀態 那教育輔助的部分 我們依捐款人 指定貸償9名 離難學生 就學貸款的債務本金 用在地震災區 學校21名學生 就學所需的電腦印表機等等的 以及任養大灣高中 11名學生住學金 那這個部分也是指定捐款的用途 那還有補助災區 弱勢兒童營養午餐 以及就學貸款補助等等的 執行率已經達到66% 那在法律輔助的部分 我們優先轉介給法福的台南分會 跟消機會 那已經使用的善款是200萬 那保險協助的部分 也是指定的捐款 就是我們未滿15歲的孩子 他們已經有保險 但是他們的家屬無法獲得死亡理賠 共計24名 發放每一個這個孩子 61.5萬的一個贊款 來給他的家屬 那這個是指定捐款 執行率100% 年節慰問在端午節的部分 也是執行率100% 中秋節也是100% 那春節預計在106年1月來發放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匡列的 我們已經發放完畢的是 945萬9080元 那另外我們在人的照顧 跟關心的部分 我們一戶一案全程陪伴 我們在第一時間啟動 社會局的一戶一社工的服務 提供即時的服務 關心他們的這個 衛助、補助、復健、重建 等等的一個資訊 那由這些社工來作為 我們救援第一時間的一個窗口 那我們總共動用了 93名專業的社工 到目前還繼續持續的 每一戶一個社工 在提供即時便民的服務 那未來三年 我們在 結合專業社府團體 提供三年的生活重建服務 來協助他們 早日的回覆他們日常的生活秩序 減緩他們的生理跟心理的壓力 那已經委託的民間社府單位 是世界展望會 來辦理0206正在家庭 及社區重建服務方案 那期待能夠陪伴他們 有這個生活、心理、就學、就業、職能、資源轉介等各項需求 以上是社會局的報告 主席 王議員 這位議員女士先生 還有 楊議員 現在由公務局來報告 有關房屋重建和修復的補助 對房屋重建和修復的補助 原本是以 祭司公會去判定修復的費用 還有 依照重建的 我們公共設施拆遷補章辦法 認定要重建的這個價格 那 最高上限 100萬和150萬 那來做標準 那在 執行當中 我們後來改回 除了圍觀大樓以外 改回百分之一百 那上限改回150萬和200萬 那上次報告的時候 這個原則有定定 不過剛要進行執行 那這次報告呢 是執行的 大部分都達到百分之九十幾 那金額上是沒有什麼變化 那目前我就 一項一項來做報告 一項是有關 圍觀大樓 這個 重建的補助 那一百零七戶裡面 只剩下三戶還沒有零 那幸福大樓部分呢 那一共有這一個十二戶 那有四戶還沒零 那這四戶其實是一個人的 那因為他的財產被扣押 所以沒有零 那東區的大致裏 生產大樓 一共有113戶 那全部執行完畢 那這三項呢 目前執行的這個金額 大概是三億多 那第二項是 其他紅黃丹 建災的這個建物補助 那一共有五百六十四戶 那現在還沒有領的有二十五戶 那這二十五戶 都是產權還沒有釐清的 那執行的金額現在已經達到 兩億四千九百多萬元 那至於要扶政或者地資改良的 然後是這個有關 議法地區的這個建築物補助 議法地區 我們是以比較嚴重的 二十公元以上 作為這個補助的對象 那目前呢 建物補助的部分 已經修復的部分 大概是四百五十九戶 那達到一億七千三百多萬 那至於要扶政 或者地資改良的 因為這個呢必須 整床去施作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目前還沒有發放 那有關於這個 維冠大樓構地的這部分 一百一百一十七戶裡面呢 同一直接架構的有七十七戶 那其中有七十一戶呢 那已經完成了這個登記 因為已經發放 那其他六戶呢 有四戶 是因為這個未成年人 也必須有間戶人的關係 那有一戶是分割的 必須辦理分割的手續 另外有一戶 大概就是金額它的面積比較小 所以呢還沒有來領 那維冠大樓有關財產的損失 也就是說它在地建當中 被屋內的一些傢俱 沒辦法來得及搶救呢 那這一部分的損失 我們一戶給它三十萬 那維冠大樓部分呢 有三千萬 那已經全部執行完畢 那維冠的幸福大樓和東區大樓 一樣採損的部分 有三十戶內 那這部分呢 我們已經全數執行完畢 那維冠大樓的這個 周邊商家的財務損失 那也全部發放完畢 大概是三百二十五萬 那至於勞務的部分 委託既是公會的 危險建築的損害評估 六百四十萬 還有依法地區的損害評估 五百多萬呢 這個也都執行完畢 那意思像是有關於這個 大智市長安幸福道樓的這個 建築物的這個鑑定呢 九十二萬這個也是執行完畢 一共呢 公務局的大部分呢 大概是預定是十五億 目前執行的這個金額大概是九億 七千多萬 歷史報告有關於公務設施的附件部分 公務設施的附件部分 最主要是遞建以後 造成這個前線 那道路呢 有一些反而隆起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經由工手還有水利局 和公務局共同合作呢 那北區的部分 有兩建已經完成 安南區的部分 有三建也已經完成 那中西區的部分 有一建也已經完成 那至於新市區有兩建 那因為它目前 這些房子呢 正在辦理浮正 還有這個地質改良的這個工程 一起配合這個工程來施作 所以預定明年呢 一月呢可以進場 那其次就是有關溫和街的部分 溫和街的部分 那一部分呢 原本是由這個 我們大台南 還有台南不動產商業開發工會呢 那它捐漸的指定要改善溫和街 那這部分呢 原本是由工會來執行 來呢大概有一些困難 由我們政府來執行 那目前呢 已經發包 大概一千四百萬左右 那已經開工了 那目前是興建到 一樓的這個鋼筋的這個綁紮 我們預定 在1月25號以後就可以完工 以上是公務局的報告 進行指教 謝謝各位 那首先在租金補貼的部分呢 我們是搭配 中央的這個0206的一個 贈災租金補貼的一個原則呢 那補充其不足的部分 那到目前 呃 11月底 總共收件有440件 其中呢 屬於中央善款的部分呢 有148件 一共是770萬7500元 那在善款的部分呢 最主要是補助 補助在當時這個 承租條件難以認定 或是租金期限 因為中央對於承租者 只有六個月的一個期限 那我們考量其情形 作為延長的部分 那所以善款的部分 一共有292件 目前支用的金額是 5827990元 所以到截至目前為止呢 總共支用的一個金額是 13535490元 這是有關租金補貼的部分 那另外有關於重建的一個 這個貸款的部分呢 也協助這個受災戶呢 向行政院爭取呢 把這個貸款的條件 放寬到所有全人 或者是他的直系親屬 以及配偶 那都可以來直接申請 這個重建的一個貸款 那在10月6號呢 行政院也正式 重新頒布這個 重建貸款的一個補貼的原則 那接下來是有關於 微貫大致跟幸福大樓的一個重建的進度 那這裡面呢 微貫大樓跟大致市場呢 是走都市更新的一個程序 那幸福大樓因為只有六戶 由我們直接來進行協商 來協助他們重建 那有關微貫大樓的部分呢 最新的進度呢 是已經在9月14號呢 我們完成了這個訊行劃定更新地區 並且在10月2號呢 協助他們成立都市更新的一個大會 那在10月26號 他們正式來申請立案 那我們在目前呢 也已經協助他們 找到適合的一個建築師 雙方在洽坦當中 那有關大致市場的部分呢 他一開始因為他的這個 有包含了後天戶跟這一個 公寓大樓的這個部分 那他們的整合速度也非常的快 一開始在5月5號 他們重建的比例就已經超過八成 也就是說 所有都市更新所需要的人數的門檻呢 他一開始就已經全部都達成 所以我們協助他在六月份呢 就已經完成了這個籌組的 兩個籌組跟重建的一個更新會 那在6月16號 訊行劃定更新地區 在8月3號呢 已經向營建署申請都市更新的一個規劃補助 那在 也同時完成了這一個更新會的一個立案 那目前呢 有關透天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協助他 推薦這個結構祭司呢 辦理這個耐震祥品 那在都市更新的部分呢 也已經洽詢了建築師 現在雙方也在洽談這個相關的一個設計的內容 那有關結構祭司的一個想品呢 那目前已經正式簽約 來委託這個結構祭司 辦理透天的部分的一個整建的一個 一個耐震的一個想品 那這個部分呢 內政部營建署 我們也協助他已經爭取可以補助他的一個修繕 在幸福大樓的部分呢 本來住戶是自行尋找建築師 那過程中整合上一直不順利 在我們在分別在三月份到五月份 協助他們召開四次的一個協調會 那第二個也涉及到他跟原有建商住戶 他因為原有的建商持有超過一半 所以協助他們進行土地共有物分割的一個調處 那包含渡發局跟地政局都會出面來協助 那目前呢是由地政局呢 來協助他們做這個土地分割的一個調處 那也辦過了兩場的一個土地的調處 那目前是以訴訟的部分 來進行這個土地的一個強制分割 那市長在9月19號最後一次協助他們 重新整合 那在獲製住戶的共同的一個意願的一個確認 所以目前幸福大樓的這個六戶重建戶 已經確定要進行重建 那我們也協助他們了 已經找到適合的建築師 目前雙方正在洽談這個重建的一個事宜 那我們預計幸福大樓 因為他不走都市更新的程序 所以他在進行上會比較順利 那我們希望幸福大樓 是不是能在過年前呢 能夠加速的這個辦理開工 因為他的部分的建築設計相對比較單純 那這樣的話呢能夠協助他們儘早來定案 那以上是獨法局的一個報告 那以上會用到的是獨法局的一個人 這個102三十二十四日的時候 然後還有貽貽町總統 這個中間兩三十四日的時候 可以為了貽貽町總統 所以是獨法局的一堂 因为原有的校舍因为地震 导致于损害情形更加的严重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考量到学童的就学的安全 所以我们整体的来评估校舍重建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在10月20号 其实行政院也回函说明了 校舍因为地震所受损 所以也算是广义的灾民 因此将善款用于修缮跟重建校舍 这个部分是并没有违反 灾害防救法的相关的规定 其实教育局在提出灾后校舍重建 其实是在整体对于灾民的照顾 做一个整体考量之后 所以是在7月份才提出来 对于危险校舍的 这个拆除重建的计划 经过0206震灾复原重建小组的审议 以及0206地震灾害捐款专户管理 及监督委员会的审议之后 我们提列了16亿2000多万元 那诚如我多次跟各位议员先进所做的报告 就是说其实在0206地震之后 那第一时间我们其实就跟中央报告 就是说有关于我们整个台南市 如果要强化整个校舍安全的话 他所需要的经费是非常庞大的 那所以教育部跟行政院呢 其实也积极的 希望能够解决各县市老旧校舍的这个问题 那在还没有 就是说在还没有整个专案计划之前 其实自从县市合并以来 我们在这个整体的经费上 在耐震详品的部分呢 我们做了196栋 他总共的经费要8106万元 那另外呢补墙的校舍也进行了161栋 总共是916860万元 那重建的部分呢有48栋 他总经费是17亿2611万元 那现在呢 就是上次在议会做过专案报告之后 其实我们在今年的这个8月底 我们收到了教育部的来函 就是行政院呢通过了 公立国中小校舍耐震能力 及设施设备改善计划 这是一个三年期的计划 106年到108年三年期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总金额是180亿 那它包括了这个校舍的重建 以及补墙的部分 那所以呢我们在9月20号 就将相关的计划呢 送到教育部国教署 那我们所提列的计划呢 包括拆除重建 是25校38栋的部分 那这个经费呢总共的金额是18亿 356万元 那预计新建的教室呢是432间 那为了要就是在 因为部里面现在正在做审查的工作 那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校舍的 重建的工作呢 可以尽数的来进行 所以我们先这个申请了 4934万6千元 要作为的散款 要作为我们这个老旧校舍的 这个规划设计的经费 那今年度呢就启动 来做这个劳务采购的这个部分 那原则上呢我们会 极力的优先的来争取 中央的专案性的补助款 来进行我们校舍的重建 那如果说经费真的不足的话呢 我们呢也希望说 再透过这个散款 如果有余裕的话 再来进行这项的工作 那另外我们也跟教育部申请了 耐证补强的经费 总共呢是168栋 申请的金额呢是10亿 5089万元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今年度 府内在编预算的时候 其实在部里面 还没有这个专案计划之前 我们就已经呢 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呢 编列了7773万5000元的这个金额 要作为我们校舍的 这个补强的 这个配合款的经费 所以呢我们也预计 分三年的这个工作 来把这个校舍补强的 这个工程呢都可以 顺利的来完成 那现在呢 以这个目前我们所规划的 就是中央的经费 跟地方的经费 共同的来使用 希望在三年内呢 能够完成 我们所有这个校舍的 这个安全重建的 跟整修的工作 以上报告 就是我们副市长 我们市政委各单位都报告了 好 那既然报完了 我们就请各位议员 有要询问的可以按灯 那王家珍演员优先 一个人 10分 10分 好 我们非常看重0206 今天的专案报告 因为确确实实 对我们台南市来讲 是一个年度的重大事项 造成了家庭的破碎 造成了这个甚至 国际性的关注 那这样子的善款 42亿 我应该没有记错 40多亿的善款 如果照贵府 目前给我们的数字来讲 吴副市长 就是说还有20亿 对吧 就是说 照目前你们已经编列的 有计划 要去做善款的支配来讲 还有20亿左右 我想请教一下 副市长 这20亿的善款 你们是 已经心里有谱 要怎么用吗 还是怎么样的 原来20亿 原来是有说要做销售 刚才教育机长已经有报告 基本上学校的重建 可能会从中阳补助款 尽量去争取 可能不止 可能没有多少钱 不止的部分 再由善款来注营 对不起 你的意思是说 本来20亿 你们要做所谓的校舍重建吗 你们把它当作是 也是因为0206受到的影响 可是那时候社会面 我们议会 有很大的声音 是不是 结果如果照今天教育局 陈局长的报告 你们又专门请教了一下行政院 行政院给你们的回应是 OK 那我现在看不懂的意思说 副作 你们现在教育局这个数字 到底是哪里来的 他今年的数字 譬如说 教育局这边讲的说 有三年 分三年 然后十亿的补助 这个跟0206的善款没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嘛 这个是所谓从180亿 是不是 是不是从180亿里面 中央政府的全国的180亿里面来吗 是这样讲没错嘛 那上面这个18亿呢 上面这个18亿跟0206有没有关系 原来是8亿里面是14亿要由善款来租应 那现在我们尽量去向中央争取 那应该有10亿以上的补助款 所以副市长你们这个数字都变成不确定 你们只是先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 说中央允许你们用这个善款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们仍然认为说这个善款 我们往中央就不能讲善款 就是说我们重建校舍的款项 我们往中央去争取嘛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笔钱到目前为止 就是多出来 不能讲多出来的 anyway 就是说20亿左右 你们不敢做一个明确 可能分配的保证吗 这样就是说假设中央保证团 不可能是8亿前额 不可能啦 它一定会有一些折扣 那如果不足的款项 我们会从善款来处理 来教育局长 副市长你请坐 教育局长 现在对于你们 第一个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接受你们的说法 可能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说如果讲不好听 说是不是顺便这个灾难财 让事库比较充裕 去解决老旧校舍 这个让我们担心的问题 如果讲难听点 你们是把它算成 你们的灾难财 挹注事库 来解决老旧校舍 要重整的问题 对不对 议会那么大的声音 民间基本上 也不赞成的情形之下 你做了一个文 去问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给你的答复 如你们所愿 如你们所愿说 可以动 可是这里有一些 你们的矛盾在 就是说 我们在台南市这么久 都知道 这些老旧校舍 并不是因为地震造成的 是长年的失修 加上地震 当然你可以给地震 一点点因素在 可是绝对不是因为地震一次 就十几亿需要修了嘛 所以在这个结论上来讲的话 你告诉我们说 现在18亿里面 10亿要往中央要 可是你随时准备着 如果要不到 你们就要动用善款嘛 是不是这个意思 议员谢谢您 一直对我们学校的教育 非常关心 那我先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说 其实 就是到行政院 去询问说 相关的善款 是不是可以用于 这个校舍部分 是我们议会 这边发文 去跟行政院 我们请教 希望有个依据 局长 不好意思 你讲 我们看到你的今年的 明年的预算数里面 有两亿三千万 你们叫做中小学老旧危险校舍 所以这个 就是你们要整建其中的一部分花销 只是你们不敢编列那么多预算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其实 就成如我刚刚所报告的 就是我们从100年以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校舍的这个重建这个部分 改建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投入了17亿多的经费 已经花掉的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有报告说 如果是以重建这个部分的话 是17亿 17亿多的这个经费 那如果补强的话是9亿多 所以这个其实是每年 在我们的预算里面 其实都有编列相关的经费 局长我应该这样讲 现在我们剩的20亿善款 是不是你跟市府 我们这个上面单位 有一个默契 大概就是未来教育局所有校舍的私房钱 是不是可能变成这样的情形 我想要跟议员说明的 这个绝对不是私房钱 因为你们刚刚副市长讲了 中央我们当然去跟中央讨 这是没话讲的 但是显然你们的备案 中央有可能全国那么多地方都要钱 讨不到的话 这边随时有一个20亿要准备 让你们教育局用嘛 感觉起来这笔钱已经是 把它放在你们教育局单位了嘛 那如果这样的话 对其他受灾的需要花销地方 是不是很不公益呢 其实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整体的这个经费 善款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以优先照顾这些灾民 或是受灾户的这样的前提之下 所以我们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出来 说我们要立即的去做这个校舍 改建的这个部分 是在这个充分的照顾这些受灾户 跟灾民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说学校的这个学童的安全 也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 那的确很多校舍呢 是因为受灾之后地震之后 它的那个严重程度更加的 看起来更加的不堪 所以呢我们第一时间 也跟行政院报告这个情形 那另外呢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我们自己局内要先做好准备的工作 那尽量的来争取 那所以呢 应该这样子跟您请教 中央政府180亿相关校舍修建的预算 我们台南市 你们打算跟中央政府讨多少钱 我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把我们所需要的金额 我们全部都算给中央 通通报上去了18亿多嘛 是不是这样 在重建部分18亿多 在补强部分是10.5亿 但是10.5亿的话 你们是有按计划按逐年已经在编啦 对 我要跟您报告就是说 我们 我先分两个部分来说 我现在先讲补强这个部分 在补强这个部分呢 因为当初我们得到讯息是说 中央呢 它要我们各县市政府 要编列相关的配合款 所以呢 我们在还没有 就是这个三年期的计划 还没有出来之前 其实我们在府内就已经预做准备 所以就编了773万 可是这个跟赞款是没有关系的啊 这个是没有关系 是我们一路常年中央政府有政策 我们常年在做的一个预算的配备嘛 但是我们今年是 编列的额度是比以前还要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央争取更多的 这个补强的经费 那在重建的这一块呢 我们呢是把我们所需要的18亿356万 我们全数都提向中央来申请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它可以 全额啦 当然 对 我们当然希望它可以全额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 市长也特别有去拜会 这个交易部判部长 也跟他提到说 其实因为我们整个大台南市 就是原台南市原台市 其实它的 给声音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当然极力的希望 如果中央可以 就是尽量补助我们 那对于我们整体的 这个校园的 校舍的安全 学生就学的安全来说 当然是有非常大的注意的 所以我们在报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认真的 希望能够取得 也就是说 拆除重建这个18亿 你们现在并没有放在 年度预算里面 是不是 跟议员报告 就是刚才您有看到 我们有2.3亿的 这个部分 那是去年也有啊 对不对 你这2.3亿并不是今年新的 对我们每年都有编列 就是校舍要改建的 这个计划 那当然它是以它的 这个耐震系数 比较低的优先 局长我要问的是说 你今年这个2.3亿 跟你这个18亿 是不是18亿里面的2.3亿啊 不是吗 18亿里面2.3亿不是 18亿是另外 对嘛 所以你这18亿 你刚刚讲说 希望跟教育部要求 中央全额补助吧 但事实上 不是你今年的预算数里面 你并没有把它编列进去嘛 你这个2.3亿是去年就有的数字 今年继续的所谓 校舍的安全的一个 那我跟议员报告 为什么这18亿 我们没有编到预算里面来 是因为中央还没有合定 像我们教育局 只要是中央合定的经费 我们就会编到预算书 好的 因为有议员要发言 那我们就请王与颜子再按 好来 我们那个扬言 本来就这样了嘛 不然没外没了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主席 主席 基本上大概七層 七層以上的人是 三層頂前 要離開 要離開 三層的重建 基本上他們的要求是 希望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停車位 另外 他們要求的面積都比原來的面積還要大 所以這當然啦 因為政府已經進到所有的補助 包括能夠幫忙都幫忙 那將來重建政府也會幫忙 那基本上就是由重建會自己決定 那剛才有幫他 稍微抓一下那個規劃 就依照他們的願望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 一戶的平面停車場 每一個車位 一個車位停車場 加上他們要求的面積比原來還要大 那可能是要 十二層到十四層吧 十二層到十四層 等一下詳細的高度 這個是幫他模擬 那當然最後還是要重建會自己做決策 當然啦 重建會他們要多多多多多多 他們只要經費自己負擔去 我們市政府同意就OK啦 那麼那個為敵的佩敵呢 為敵的佩敵基本上會尊重重化費 因為現在到最後大概就變成兩塊 一塊是已經離開了百分之七十的 另外剩下大概一百五十五坪 一百五十坪是 其他的空間做什麼輸容 現在還沒有討論 現在是 希望趕快把 那個重建戶 重建戶把它重建起來 以重建戶做優先這樣就對了 再來就是 我去一兩戶前 我去看大紅燈 還沒聽 我問起來就是說 是經費還是怎樣 還沒 還沒好使 我 這個應該都給了吧 剛才那個書記長有報告過了 紅燈的都拆完了嗎 紅燈 紅燈都拆完了嗎 紅燈都拆完了嗎 紅燈 紅燈都拆完了嗎 沒有 是補助 但是 要拆除 是要由 裁簽戶自己拆除 紅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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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而已 到九行 我的記憶不是說 我們市政府 申請補助 來幫他們拆除嗎 他如果說 他如果說 願意讓市政府拆 但是要去辦手續 那市政府可以用 內政部的專案的款項 去幫忙他 對啊 我聽到的是這樣 對 這個詳細的數目 或者是從哪裡還沒有拆完 哪裡拆完 我請公務局局長 跟你報告 謝謝 好 局長 謝謝楊議員 有一部分是我們 爭得這一個營建署的補助 那目前為止 我的記憶還沒拆的 大概有四十幾件 那目前呢正陸續在拆 對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困難的 在中的那些 比較難聽 其他應該 最近都會聽到 有的是 比較增加 比較 都比較近 我的建議就是說 因為 那個地方 對祖國來說 也是雙心地 那個東西 雙心的東西 一樣 等在那裡 所以 不要再造成 受財負的負擔 該專案 補助專案 拆圖 趕快 一盒一盒 完成了 是不是說 在年底以前 可以這樣 都來把他們 拆拆清清的 不要讓大紅段的人 連說 建物就輸正了 這個部分 紅段的部分 拜託公務局長 會心一下 追蹤一下 我們的目標也是 希望年底才 在年底以前 把所有的紅段 紀念就不能騎 就有危險性 就跟他們拆完 這部分是有內政部補助的 我們會盡量在這個 拜託局長 會心一下 請坐 再來一點 就是說 剛才依重建 看的速度 這樣 那麼我們的 主屋補助割 兩年 二十四個月 像這個 維冠的 進度 這兩萬的月 既然我們的 情況 如果要來用在 教育的 改重建的部分 既然有要來 申請 中央補助 可能就是他們沒有那些 他們沒有那些 有的本事 建議 我們市府 尤其這些 我們 專案小組 這些成員 考量一下 就是說 維冠這個嚴重 他的 學員 政党 不想像 文學家 這麼快 所以是不是 不要說只有 兩年 的房屋 補助 補貼 是不是 考量 拙量 延長 是 這個可行嗎 感謝議長 這 確實是 我們過程中 會特別去考慮的 你譬如說 原地是 重購婦 或者是 原來是 承租婦 因為他大概 就已經很明確 他多久會被判斷 這個大概都很明確 可能大概就剩這一個 大致 維冠 跟幸福 有可能是比較不確定 不過現在看起來 幸福又更確定了 幸福以後所借 比較好處理 所以我們是原來在 補助的原則裡面 就有提了一個有情形特殊 可以在於延長 就是 會考慮他們真正開始 開工跟完工的時間 我再來做一個調整 這一點是有預留這樣的空間 本社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只有四個 兩年 二十四個月 要補貼他 結果 他拖到四年 比較有那麼多 半月 做生他們 多負擔兩年 那麼我們補貼他萬幾塊的 做金 說實在的是 對他們來說 是真的好像是救命錢 真的是救命錢 因為 中間 他們就負擔一大堆 就是貸款的部分 所以本社 就直接跟你們建議 就是說 油管這個部分 你們一定要注重 來檢查到 受災 我們都會觀察他們的狀況 會提到這個 善款小組 跟監督委員會來做報告 那麼到目前 到了已經 將近 將近 就要11個月了 是 是 有十歲 生理大 也要是生理 也要是 會 像會 還會 很半 這個部分 我們有去想 就是說 要怎麼再來提振 做招這些 這些商家 的商機 你們有 誰 可以這樣 遭受一下 這一點 副市長你看 怎麼來幫助 做招這些 這個 根據原報告 市長其實是想得很窮 我知道啊 市長很用心 包括那個 營業稅 延綿或者是說 每一戶 那個營業省事 都有補貼 我知道 不問題 我自己的就是 這個時間可能 就是拖得長 這個 楊議員這個建立非常好 我回去會跟市長建立 看看有沒有 其他的 對 精華籍的 用精華籍的手段 去幫忙他 能夠恢復商機 市長是有夠用心 市長 市長 甚至半時間 去那 消費 到天去那吃飯 到天去那 是說要來帶動 所以我也知道說 市長也很用心 希望 可以再把 集招帶動 就回到過去了 我到現在也要聽人在討 應該 還要不停 他靈驗 繞路 也不經過 那個地段 家人專長 教授 剛才把你輸了 區元政 我們沒關係 區元專長 應該 我是認為應該 不要有這個 忌諱 這是天災 這是天災 這個可能 任何人都可能發生 我現在就比較不需要忌諱這個東西 我現在說這個禮就是水人的禁棄啦 不過那個沒那麼緊自由的啦 我自己的重點說要怎麼幫助臨近的 可以讓他帶去回復這樣 這是重點 那個我們回去跟市長建議 就請精華仔看看如何去提倦附近的商機 做一個演議 再來跟楊遠報告 謝謝 我們請唐遠 之後拜託你來做主席一下 拜託 好 感謝主席 我們召集人 服務市長 我們公務局副局長 副市長 我們相對這個0206的這個補助 土壤液化這部分 我們有擴大對不對 基本上 基本上幾個決議就是說 如果一般家裡有一間 他希望能夠 因為土壤液化下旬把它提升上來 對 這樣的話 他隔壁一起做的話 我們會一起做 我們這個土壤液化 老實說 阿南區 剛才掛頂裡先到嚴重 對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土壤液化補助 只要有房屋傾斜 超過兩百分之一度 就可以申請補助 但是咧 你所作成一個怪現象 譬如說一例裡面 有八百貨 其中六百貨 可以申請土壤液化補助 出了兩百貨 所以不可以申請 你看看 這是客的頂裡 像安家 這帶紅色打鼓的 這都沒有補助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樣一例 一樣一百 有的有補助 有的沒有補助 這樣不是對他們做不公平嗎 唐遠報告 所以我會說 就對了 我們當時 我們市政府 有委任 生態來做這個鑑定的報告 生態 鑑定報告之後 都送給我們市政府嘛對不對 所以 這個生安家 這個民眾 這個鄉親 來跟本市認證 為什麼 我的储幣 可以補助 我不會補助 我們很不公平 從他們動作 立正的國民 立正的市民 本市會記得 零二零又震災 過了 我們就是有請 生態 進行土壤 臺南世界土壤 疫化區的 這個鑑定的報告 那這樣 為什麼我們市政府 不能按照 這個生態的鑑定報告 給這 土壤 液化區的 這個處 來補助 紀念這個 補助的名稱 叫做土壤 液化補助 按照 土壤 液化區 鑑定報告 給予補助 也並不為過啊 也是 也是應該的啊 因為我們這個是 土壤 液化補助嘛 啊 所以 生態是 有公信力的吧 喔 想要吸管 想要動力 想要 客觀 想要 沒有聯合的立場 預設立場嘛 對不對 也是一個 權威的 一個學術 一個機構嘛 所以紀念 已經 從 客頂禮 阿南部客頂禮 聖安家 這裡 所有 液化補助 所有的鑑定報告 都已經送給我們市政府了 也把我們市政府表示說 沒錯 新液化補助 都是在 液化土壤 土壤液化的區 但是 是怎麼有的可以補助 有的沒有補助 副市長喔 我覺得說 這實在太過了 離婦了啦 到底是 為什麼 這些鄉親呢 說 為什麼我的出品 可以補助 欸 我一間 我跳過人過 八百貨 六百貨 可以補助 兩百貨 不可以補助 到底這是什麼原因 他們覺得說 他們是很危險 也覺得很不公平 副市長 李信尾 這也是 這也是你 副市長來處理的 你也是去到現場看 對不對 所以土壤 議法很嚴重 副市長 你也知道 為什麼呢 副市長 你給我說明一下 讓我們鄉親 先讓鄉親了解一下 為什麼 他的出品 可以補助 他不能補助 這個 他要補助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程度 下線 一定要超過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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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五十公分以上 到五十公分是房單 超過五十公分才是房單 那個 一直下線 土壤議法的標準 現在國家是沒有訂 不是像房單訂的 這麼輕實 市政府重返認定 就是假設你下線二十公分 就比較 王單 市長有夠過 重寬 重優 重數 原來都沒有了 現在都變成有 但是我跟你說 副市長 因為開頂利就對了 有很多都是聯動市的房 那房都超過四十年了 你可能說這間房 有在土壤議法 隔壁沒有嗎 那不是很矛盾嗎 本堂議員報告 那個 昨天我們有一個討論 譬如說 這間房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其中有一間 主要有一間是下線 超過標準 要前面二十間一起提升 那剩下十九千我們也會來辦理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說 這幾百的房就對了 如果一間可以申請 土壤議法的補助 代表說幾百的房 就是都有嘛 不是說這間有而已 其他也沒有嘛 跟堂議員報告 這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沒有啦 所以本市府覺得說 如果像這種 會情形得對 我們市政府應該 按照 新台的土壤議法區 鑑定報告 斟酌 給他們一些補助 給他們可以 拿著補助 來 補強自己的房屋結構 不要讓他們變成 台南市的二等市民 不要讓他們覺得說 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都 我的村民鑑定有補助 跟我沒有補助 現在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他們可以補助 表示土壤議法嘛 這個土壤議法的補助 也是沾對土壤議法來補助的 我的鑑定 他是土壤議法 還還說沒有土壤議法嗎 你是不是太過離破 說不過去 也不合理 那不是 那個 土壤議法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要有一定的程度 就是說最少你要下線就是公溫 還能夠補助 那 沒有啦 我現在跟你說 土壤議法區嘛 對 所以人生台鑑定的報告 就是說 這些房子都在土壤議法區嘛 他們的房子都是 土壤議法 這些房子都是土壤議法區嘛 所以不可以補助 鑑定是土壤議法區 我這件不是嗎 你那個資料 等一下 我交給公務局去研究一下 就是說現在最近 他有專欠給市長 有些事要重新再去複查 對啊 你們十月底再去鑑定一次 鑑定一次又怎麼樣 那建築書 兩個 可以兩個去鑑定 還可以鑑定 跟鑑定 跟鑑定 兩個去鑑定 結果不一樣 我覺得實在 沒名其妙耶 唐玄報告 現在是怎樣 現在 這都總 跟處鑑定的五千幾間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 固定幾個建築書 獨了我們台南市的 但是問題是 你以前兩個建築書去鑑定 結果鑑定兩個去鑑定 那兩個 妹妹都建築書 都是他們的專業 那兩個 以前去鑑定的 說有 鑑定的說沒有 這個 這也很奇怪耶 這個我請那個 我請公務局長 你可能要把地點給他 他會比較輕死 我跟你講 有市長 1號3號5號7號9號11號 1號到9號沒有補助 結果呢 11號到15號有補助 現在來呢 17 19 23 沒有補助 25 25號有補助 27 29 31 沒有補助 還跳過33號有補助 現在來 35 37 有補助 沒有補助 現在來 還跳過39號有補助 39號的鑑定 41號 還沒有補助 現在再來 43號 45號 沒有補助 47號還有補助 還再來 49號 沒有補助 51 53 55 57 59 沒有補助 但是 再來鑑定 61號 沒有補助 沒有補助 61號沒有補助 他的鑑定 63號還有補助 65號 67號有補助 也沒有補助 你說他做寒嗎 沒有啦 他的就是要去基水干兵 就是我剛才有說過 我就說 有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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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鄉親 他是那個 新台感情是這個區域 但是這個區域 可以達到標準 這可能要基水 處理 我做料理 我做料理 唐議員 你拜託你起來一下 你看看 好 這樣人家 兩手不開 好嗎 好 唐議員 你來坐一下 我 唐議員拜託一下 你做主席 我 要說 我要在頭上說 我這張要讓我們社會局長 讓你們先看一看 看一看 就是要讓你們簽保證書 第一報告 吳市長 我們的專案報告 在10月8號 聲音很清楚 我們的上款剩二十多億 還沒用 沒問題 第二 報索新聞牌子很大條 說 我們 不輸 全部接二十五 二十 幾間的學校 我看一看 三十八 全部都要報索 剛才聽著 王家正 你能說的 問題是 我們 中央政策 沒有 要用上款來用 沒問題 吳市長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講一下 是不是這樣 沒問題 你講 我回答一下 來 我剛才是說 我們是把他申請十八億 啊 中央如果 協助十億 還是十五億 蔡醫院 你現在是開始了嗎 我開始 開始 你算了你 好 你剛才說 你剛才看我十幾天 我們申請十八億 如果 把我們補助十四億 我們是不是要四億沒錢 這四億要用全塊 好 我看法 我給你們報告 副作 你們三億 把我用上款 我蔡醫院絕對沒有提到 因為什麼說 這些錢全報 你們 我去特經 你們 在八月十億 你們是 全我們報告 我們還有局長 說 很清楚 你們這些錢 就是以前 這些銷售 都是危險銷售 你們三億 這次 用上款 有存 你們要用下去 開 對不對 這不對 真的說 這附近大夫很穩 你現在 補助 教育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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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款 盡量 盡量 要把地方盡處 不夠的 用善款來支援 這不對 我拜託 我們 你們 正向教育機長 說 學校安全 不能當 危險 教育機長 沒有水 這補就沒什麼 學生小孩 一萬一千 的 陷入危險當中 我們市長 沒有便利算 我們今天明年沒有便利算 沒問題 來 我拜託 你們覺得背書 不是 你支持他們兩個簽個 報警書你看 跟蔡議員報告 你中央的法令 你聽我說 中央的法令 你把它清晰是這樣 說0206 賺款 這些錢 我們的人 還沒有指定 我們 留一人 議會 來這裡坐 這堂給你看看 我告訴你 在8月 第一情 跟0206人 指定賺款 說用你學校的提供 在本會 你有拿來嗎 沒有啦 你不要接議會 人家指定要用在校 你有拿來嗎 沒有啦 你沒有殺人 對不對 有什麼困難 你想你不要拿來 你剛剛簽沒有啦 只要說 要簽沒有啦 那時候 我們議會說要 行文 給中央 讓中央 那不要說的 你們有指定 不要說的 沒關係啦 我現在問你的議會 跟你說 你有指定 要去校的 你怎麼 給議會 一公子 有要提供沒有啦 在這裡 我報告 大宗媒體座公親 第四點 在市場有審 跟你們提供 這大陸民進來協 協我有沒有 大家協了 有沒有 這樣 沒關係 你們這個案子 我的清洗 因為議長我做 我的清洗 保證一定不會過 為什麼不會過 你不要告訴我 你們說清楚啊 0.06 這幾十棟 好像 不是我做議長 我議長 絕對我審保證不會過 原因是怎麼樣 我會聲說 這些事 這些學校都死 一百年以前 經危險事務評鑑 就都是 很假的 因為這次 有散款有存 所以我們 我們政府 最沒有把散款 重建 我審一定這樣審 你不要這樣審 嘛 議會發出你不要這樣 因為議長不是我做 我審我一定這樣做 說這些散款 簡單說 不是真發生的 是以前的發生的 行政黨那次 指定說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說我沒有指定 這個 這個人 是喔 不指定 全款公 跟0.06有關的而已 現在都不審 你名稱我 你名稱當時可以 有指定 在0.06 你可以發揮 0.06 在這裡 第四點 有指定 我沒有在學校總監 沒有指定 我們現在說 可以發揮 沒有啦 我已經跟議員報告說 你今天更加英國 議員更加英國 不好意思嘛 沒有啦 要簽沒有啦 你們跟他簽沒有啦 跟這個地震戰 有關的 大家都可以處理 都可以處理 都可以處理 你們用這個叫做 頭專家報啦 你們有審 我們議員不審齁 議員我做 我保證不會過 我們兩個少數 我審的時候 我總是審說 這個學校 叫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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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你不想這樣啊 你聲說 還不指定 全民不輸 全部中文都要跟我們保守 結果今天聽一聽的 你們也是跟20個開沒了 想要用20個開在這個 這個校舍等見 以前 以前的事情 我們去每間後都看過了 每間後告訴我們主流 這次的校都看過 這次的地方不關的 都不關的 以前也都平鎮 很危險 你們簽好了 你們簽好了啦 因為我們不是這樣說 你們就說這樣 你們保守在哪裡 今天我知道啦 跟我們講啦 你們如果不敢搶 啊你用這個齁 社會觀感不好啦 春二十月 還想要這些錢 把九個報 行政院的特務教 這些錢要用 善款來用 這樣不好 我在這裡付證對不對 你們敢用 我敢這樣搶 不來試試看 因為齁 你這個九個局長做人很成功的 你不要緊張 他做九個局長來做 我就要他搶就不行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人你知道嗎 有要換嗎 沒有啦 這張有賣的沒有啦 我們稍後他不要簽了 跟撒回去 你不要簽 今天我在這裡說 你們敢把我 用善款去支援 這個銷售改建 我絕對要提高 因為你們這些學校 早就發生這個危險銷售 我這樣說 絕對你們要接受 歷書也請便便 要帶你們用善款我就要來告 來我請教 負責 您可以用這個善款去做規劃設計會先開嗎 可以啦 您經意什麼 基本上他那個俗效性比較改 沒有啊這人 我們 在價錢 房間稅價30幾億 你不開 要用這裡開 基本上跟蔡元報告 那是生 減是生 用 要再轉回來 沒有啦 中間不就換下來 我們當然會規定 沒有 沒中間不夠 你們正在剛才 他剛剛很清楚 就十八億中間不夠 要用善款來用 啊不不夠 要再轉回來 你們才不可以用正常的基層來變 一定要 怎麼想都想的善款 啊沒有 社會跟你們批上 第一家學幫我學秀三幾億 講得很好聽 喔 學校啊學生 安全不能等 醫生變 兩三億 兩三億 變兩三億 還不變得多 你不就要全部都變下去 十八億都變下去 他不是說到共同國 說中式 學生 安全 你也有中式 學生 安全 沒有保護 只有 理所人 教育局長 府長 不要用善款 料理 教育局長 要報告 nego 對人河橋的照顧 已經都非常完成 我們要來著 par 你們說那個模擬良可的啦 不然比較要來用啦 對不對 我的保證絕對不可能那麼多給你啦 我保證的啦 不可能全部都給你啦 有可能都你拿出來的訴求 每次都給你 啊你說三當勒 扶著 三當勒 你們這位子在八月十日 傳人報告說 學生安全不能回答 啊你們錢 還不去報警 啊不能回答是要回答什麼 啊不然你們在說是在說什麼 不要說報告啦 我們兩個不錯啦 大部分啦 也有可能是 我說你們在議會都說八十月啦 每次教育局都說八十月 整個八月十月就傳人報告說 學生安全不能回答 等到今天幾個 今天十月七八 啊你們做了什麼 十一月七八 做了什麼 沒有啊 也就是等我們中央那條錢 嘴尾尾 中央那條錢快下來 我這些錢要把它打下去 不要用我們市中議長 說八就是這樣嘛 要討專家的善款啦 人家管的錢沒要管的口氣啦 你不想要處理給他聽 主席 我剛才說你沒發一眼睛 沒有沒有沒有 你只給我說 給吳副市長回答完 好啦 你第二輪再說啦 好 接下來請王家貞議員發言 那個副作 我想跟您請教一下 現在的重點在於說 我們對於教育局 校舍安全不能等 是百分之百同意的 那這個是 多無用意的 大家都支持 好好的修善校舍 讓孩子有最安全的 所謂的教育的一個空間 可是重點在於說 善款的支應 現在我們聽不太懂 不知道是不是 蔡元她的理解力比較強 那可是如果以我聽來的話 我是覺得你們把它 放在這裡的報告裡面 充滿了可以自行發揮想像的空間 這個空間的意思是說 局長剛剛講了 你們隆重18億多 OK 但是你們有講 我們希望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然而如果不全額補助 我們就往善款這邊挪用 基本上你們是打這個算盤嘛 是不是 不過照本會一直持有的立場來看的話 會認為即便你現在有20多億的餘額 仍然不可以把它挪成教室重建的 想當然而的款項 我想我們的一個爭子點在這邊 但是你現在是有點在糊弄我們說 我們要跟中央要 可是剛剛那個陳局長沒有講完 就是說今年的預算 就是明年的預算數裡面 沒有看到18億嘛 沒有看到只看到延續去年的2億多嘛 是不是這樣 那個管不管有0206 這個都要安排的嘛 是不是這樣 跟王議員報告 這個因為上次議會有 有很多人有意見 所以議會他自己出一個文到行政院去問 OK 那正式公文我們都 負在報告案的最後一頁 有看到 所以他行政院有解釋這個是可以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剛才已經有講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的全力去爭取 那也要看他的工作量 那您剛才說工作不能等 安全不能等 是你們跟我們講的很好 安全不能等 所以趕快用善款先幫他墊戶 讓他先發包 那我聽不懂 那你這樣呈現在哪裡 你現在明年度的預算 有一個2億多 有一個7千多萬對不對 再來為什麼 這個跟你講的善款先發包 有沒有是同一件事啊 那我跟王議員報告 就說基本上他預算沒有編 因為中央補助款沒有正式核定 是不能編在預算 他如果 他沒有合成文號他不能編 中央補助款 對如果說同意補助18億 他就會把那個文號弄進來 然後再 再轉證 對 這個是很清楚 但是如果要等這個程序 可能要延當半年到一年 所以用善款先 設計 設計發包的工作 可以讓他先走 對不起副市長 您現在是眾理全局了 我的意思是說 反正你們就已經是 有一個錢是用善款債 做教育局的事情了 是不是這樣 而這個錢不會呈現在 市議會的預算數裡面 是這個意思嗎 那你現在的報告裡面 剩20餘億款項裡面 你這20餘億已經要花一些到 教育局的教室安全改建的一個 一個數字了嘛 我這樣講對不對 但是你通通沒有呈現在 今天的報告裡啊 跟網友報告齁 就是說這個也是先電付 如果中央補助館下來 如果包括設計規劃會 他有補助這一條也可以歸電 不是副市長你不覺得這有點奇怪嗎 可能或者是那個等一下 財政局長你告訴我一下 表示說天上掉下來這一筆災難財 有存了嘛 有存了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先試用看看 這個用變得很單純 你們自己內部的程序完成發包 如果中央願意給錢 你們再把呼呼的頂來 很奇怪你不覺得嗎 在法定程序上來 意思是說我20億 我只要我自己內部取得共識 我都先可以做一些 我愛開銷的開銷 那中央到時候也願意給我們 這個錢了 我這邊再把他回來 這個法在哪裡制度在哪裡呢 這是網遠報告 就是說因為其實他法已經有規定說 如果你對那個那麼有信心 你為什麼不就正式編列呢 因為你今天的報告裡面20億 根本沒有你剛剛講的那一部分嘛 對正式編列 副市長對不對 那個他的那個反向 反向來也是如果說 對你盼望中央給 但是以我們現在跟中央的關係 賴市長跟蔡總統的關係來講 我們也會認為中央要給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變成很曖昧不明的 預算數你呈現不出來 你今天的報告裡面20億 會有一部分你先去用嘛 但是你今天並沒有報告啊 你說現在有剩20億 我這樣講沒錯嘛 可是這20億 你已經準備要用到一部分去修校舍 然而你又留個彈書 如果中央願意給的話 又會還給我們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有沒有聽錯 我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說 他是規劃設計是尊賢建築師 那還是要錢啊 就是要用錢嘛 那是現在還沒有用到 就是先把那個程序完成 如果假設啦 我們在發包以前 他已經要到錢 當然這個 這個就不用用到善款 但是你要發包以前 一定要有科目的來源 那先用善款來澱付 但是副市長 你這樣就對議會來講 你是把它隱藏起來了嘛 不會不會 我們沒有看到你的0206 怎麼樣處理這個20億啊 第一點齁 就是說 中央補助款下來 一定會報議會 這不會沒有什麼好隱藏 那是中央補助款 那是正式的預算數耶 對 跟你的0206是不一樣的 兩碼子是嗎 對 副市長我這樣講有沒有錯 對 沒有錯 所以你們現在是便宜行事 你現在20億 譬如說我剛剛在問 你剩下這20億你要怎麼運用 事實上你們心裡已經有個譜了 最不幸的話 中央一次他們都沒有要和我們 20億裡面拿來做教室的補牆啊 重建拆除什麼之類的 因為你們現在還拿了另一個 疑似上方保健的 可以用 但是我們當然希望跟中央多要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們現在留著很大的曖昧空間 讓我們議會要來猜測 這20億裡面有多少 到最後變成教局用了 那其他呢 副市長 我想我這樣講 你聽懂我在講的意思嗎 這個也是 捷徑心力去幫忙 台南市的附建 我常常講 真正 裝飾管下來 我認為 我自己認為 應該沒有多少錢 會用到善款 請說會下來會多少錢 我的意思是說沒有多少錢 用到善款的部分應該沒有多少錢 OK 那你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20億裡面 如果你們現在要做校舍的重建 什麼的 你們一個徵求建築師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然後公開設計什麼之類的 這個意思 對 那可能會花一些錢 但是這一切錢 顯然相對18億多來講 不是大數字 不是 那你們也認為 將來中央會還給你們 不是 我講清楚一點 就是18億 我的認為 可能假設說 16億15億 用到善款的機會 剩下一兩億 我想 OK 有剩下20億 一兩億用在學校的重建 OK 好 那你這樣講就比較明白一點 所以你們的理想 是說 我要18億 中央政府給我15、6億 不夠的地方 再來用善款來補貼嘛 對 是這個意思嘛 那你就講明白嘛 你們這樣哩哩啦啦 搞不懂你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你們就大大方方說 我們現在有了上方保健了 公文 行政院說 公文可以用這個善款 但是 我最可能用到的透支數 我們會盡全力 維持在1億或者2億 好歹讓我們知道 這20億 可能已經去掉1億2億啦 我這樣講 這樣是沒錯嘛 你們的想法是這樣嗎 我是這樣想啦 但是中央會 會給我的看法啦 就應該用到善款的機會不多 根本不多嘛 那沒有問題嘛 我記得賴市長講的話 講得那麼清楚 我記得那麼仔細 現在跟中央關係那麼好 要什麼錢 中央都會非常慷慨 我們都樂意看到嘛 那你們就不要在這邊 讓議會搞不清楚 你這個20億 所以很顯然你是有把握 20億 原則上來講 動不到什麼善款 去做校舍的補見 因為你們盡全力去跟中央 要這18億多 可是因為你18億多 也沒有看到明年度的預算 是不是 你現在看到預算數裡面 兩億是成績去年的 也就是說 如果中央給你一個文號的話 你那個預算數 會是明年變成什麼追加減 什麼之類的是不是 給聲音 給聲音 中央的那個 補數會還沒有 好 副市長這樣我聽得 我跟你說 也就是說 在年度結束前 你們會盡全力去爭取這個預算 如果給了文號 你們會放到預算數裡面 對不對 這樣講對不對 對 沒錯嘛 那你這樣講不就結了 因為看你們的預算 根本看不到 你講的18億在哪裡 我這樣說對不對 好 最後一句話把它結束 如果你們爭取到 中央補助款的文號 你們會補給本會 在明年度的預算書裡 這樣講對不對 先今年度會報進來 明年度在補正式的預算書 你今年度還是要報啊 對不對 要讓我們知道有這筆啦 對 這樣講對不對 對 好 那包括各位 南遠同事叫 王議員請你上來一下 大家要去廁所 可以去廁所 換個面問 來 先問完再休息 你要上來 上來 休息可以休息 王機長 他們是要去廁所還是你要問 我要問前面這三個 請他休息一下 要再進來 好 動不定 好可以啦 陳吉他 陳吉他 好開始 你的專案報告書 這本有寫了 我們能說就是 2002 0後 造成的 在60年間到70年間 都存在了 對不對 那個議員跟議員報告 上面寫的是說 他是60到70年間 蓋的校舍 他不是60年到70年就危險了 好 沒關係 好 第二 你說1萬1千 學生的 安全是 受教的權益 要確保 沒錯 這是當然的 對 第二個 你已經動用散款了 對不對 這裡有什麼 跟議員報告 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啦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 動用散款 要支援散款 重建校舍修善 沒有 還沒動用 還沒動用 現在還沒有 是 有做 學生的安全 要做 我們道路水膏 還是說 各方面的建設 或各方面的支出 你覺得什麼重要 你認為什麼最重要 你認為什麼最重要 校舍安全 叫各項的建設 從道路 橋樑 還是 我們說 治水 最重要 這個是看個人的訴訟理念 對 我問你 我看法是對於老百姓的需求 小孩安全不重要 你意思 不是不是 沒有啊 你的伯格 學生安全不能等啊 安全不能等啊 你們說的嘛 你才會說這樣 好危險 校舍 沒有優先就對了 沒有 我講的就是 學校校舍 跟那個老百姓 生活 手西 對 假設我有一個錢 要你變啦 我做市場可以 應用的啦 要教你變 你學校改正 要拜在頭前 還是說要地墜 拜頭前 還是說 擁肥小教 長照 二次啦 各方面 有的可以拖 有的不可以拖 你認為什麼比較重要 跟蔡遠報告 其實你想想看啦 七百多億 不可能說 因為各的面向都有啦 沒有啦 我們只用在你講的 一個兩個是一樣啦 副作 問題你們說的啊 中央要集合啊 要集合啊 啊我 我啦 我十八個邊位 十八個邊位嘛 邊位中央慢慢讓我們嘛 先去安全先處理 因為我面前有計算 那幾個黃稅地加稅 啊我 我感覺這要先變 因為 你們這些浩 都死在一百年以前 的危險係數 很危險的浩 不是這嘛 這是公共提供的資料嘛 學生啊 在那些危險的浩 浩 浩石在上課 這樣不危險 一百年以前咧 不是一百年以後咧 一百年以前就很危險咧 那九十幾年啊 我啦 你們這個頭專家 都用給我們錢幾年 陳吉兰 我們要做的 結果幾年要做 一次十億都給你 還是要分三年 跟議員報告喔 現在呢 我們所了解的 就是說 他如果合理下來的話 分三年一年要給我們啦 他原則上 需要一三年的 這預算來編列啊 好 幾十六年到喔 分三年 喔 一百年五年 八月十一 講得很危險 不用校舍散環來去 還是要很危險 好啦 次長我沒說你別說啦 我要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蓋校舍也不可能一年就蓋好嘛 所以他當然要分年度合給我們 要不然的話我們可能也沒辦法保留啊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當初說了 這個專人報告說了 喔 夭壽的 多危險的 這個有錢買的還不行 那九陣 六個不開了 第二 還要跟中央做 三年啦 福祉 這樣 學生人啊 你是到底有中事的安全嗎 沒有啦 你們就說得很沒問題啊 才沒辦法編啦 因為新開 兩三年 轉正而已嘛 中央報告我們就轉正 你說的 不夠規定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要編 你國王天啊 為什麼不要編啦 市長不一定 聽聽市長不一定 學生的安全喔 大家都在危險校舍 危險的地方最高喔 你的報告書這樣下來啊 福祉 這樣對不對 我說這樣對不對 應該 應該不是啦 不是 你那 英國危險校舍不是怎麼說的 大家很急 八月十二年報告 你拿出來看看這樣啊 沒有啦 因為大家都 還是在變議會 議會應有應付嗎 沒有啦 不是這樣啦 那是大家都想盡辦法 想要把這個 對啦 這問題解決 那現在 剛好中央有要一個 想盡辦法 都要來動用散款這條錢啦 我們市政府 頭前燒 後面燒 晚上睡 上班燒 這條錢 散款 我都處理到差不多 專門用散款這條錢 要去 危險銷售 對不對 對 應該也不是這樣 如果 如果是您講了這樣的話 那就不用去中央爭取政會啦 那不一樣喔 邏輯不一樣喔 對 中央如果政府有 散款我就不要用嘛 你的邏輯這樣也對不對 對 不對啊 這條錢一定要開幕 你跟我說要開幕 這應該是要開 對啊 要開明就先變 不管中央報酬不報酬 跟議員包括齁 這個其實 其實這個 一個家庭的收支 齁 每一項都很重要 但是你也要 去想一想齁 我們今年 負責 要做的事情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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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百年只在大陸上街 不能再做 我們每天四年 不是說四年 歲數短差 都三四十億以上 公佩啦 公佩啦齁 你們自己說的嘛 中央的報酬都十多億嘛 差的是差幾億 我們旨載 今年又要旨載五十七億 有差的十多億 變化 學生的安全性 過好 不要出事情 這件事 他要選總統 要選新北市長 台北市長 OK 好事 你們這些無聊 都沒有在過市長的前途 你們說沒有在過市長的前途 你們說對 你們做副市長 沒有跟他建議說 這麼有很危險 先變下來 中央我們現在 我們蔡英文自己人 做總統 對不對 你們去報索 抗得很好聽 我都把中央政策 差不多了嘛 不然你們是在怕什麼 你們就是把中央搞不好 不要給你們嘛 不要坐給你們嘛 對不對 沒有啦 跟蔡英文報告就是 其實預算的 你們清死啦 預算的 你們變成我發布 沒有啦 你們變成我發布 要不然你們可以賣款 先一檔 規劃設計 先發包 發包我賣啦 現在 正在發包 我要拿這個 我剛才有說過 你們最近的建議書 都固定那幾間 我剛才 九州全國 我跟你們說過 你應該要注意 不要 這裡 這間也一樣的做法 這間也一樣 新娘也一樣的做法 那外國說得很難聽 我們剛才有局長說 很多人不要做 我告訴你 很多人是說我做不定 固定人在做他不要做 你也不相信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憲理的 新娘他 去表表 你會告訴我 固定都讓人在做 屬指出來也是固定要這樣做 幾人 應該不會啦 你們在說的啦 規劃設計監造 你們人 臨審都在固定人在做的啦 固定人 你取勝這臨審違反固定 固定的啦 不然你給他看出來了 你給他看出來了 你給他誰來看 蔡議員報告 好啦 別說那麼多啦 其實你的 政府做造法啦 我跟你說啦 就別再說 人家都指定政府做啦 我在這裡跟他講 正是正 臨審不是那幾個 對不對 講的沒有意思啦 不重要 這個建議書 沒有啦 那你公開尊審 當然人家選 好啦 就知道啦 臨審委委員你們騙的啦 固定的啦 啊你們說 我們說 我們正義啦 你們說的沒有 你們也說沒有 你們要說的 只要說好了 不要再說 不要用上款 規劃設計監造 用市場的錢 可以啦 這個 這個 我剛才講的很清楚 盡量費用 重要的錢 啊你現在不是 跟東算款啊 盡量 沒有 我剛才講過了 這只是先暫時 齁 啊四千多萬會欠 我們其中現在欠了四千多萬 要 壞命的啦 不然就要用上款去 規劃設計監造 就如果要變得 差得這麼多 再這麼多 有利嗎 我想中府這款 應該 不久就下來了啦 不會 沒拆 那個規劃 你拿下我都不說了 你拿下我都不說了 我都不說了 我要講 Senate 你就是 沒落後青杏銀 我不能跟你講 這個前任報告 我想講啦 這個前任報告 只要你之前開幕之後 它還會繼續存在 因為它沒有一家人會存在 那個地方沒有做 不然繼續傳我們報告會繼續的更長 我剛才跟你說你知道嗎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說你有聽清楚沒有啦 那你們家的事跟我們沒關係 議員就善盡監督主席啦 齁 你的感覺 18個中央補助我們幾億 我想應該是超過十億以上 啊十億差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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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聽聽的 算款一定開開過來的 一定 好給一分鐘 我們 銷售 維修的 你們說中央補助不夠用電話要配合 有沒有 我們是現在 維修啦 維修七千幾萬我們有變啦 那是變我們的配額款啦 我們自己變七千多萬 對 一年變七千萬 你們現在要十億 要把中央補 不夠的我們要出我們的錢 對不對 啊你也要用三萬開 中央的補助款的補助有部分是市政的配合款 對啦我知道啦 我們是編自己市政的配合款 我們也要把中央補助 這邊有多少 是小ucks IS使用三萬來開 那个蔡远我想请教一下 您等一下还要问吗 对不起当然要问 好休息十分钟 好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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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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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说 谢谢 说 说 您说 说 说 自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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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